如果我凌晨三点肚子饿 怎么办叻 Bi啊 我这个肚子很饿 可以供送食物给我吗 诶 凌晨三点 你要吃什么 那你找供送给你哦 当你需要寄送很紧急的文件的时候 他就可以拍上用场 拍上用场 在整个MCO期间呢 就很多人不能出门 至少要做什么叻 就是 I like shopping 哈啰 大家好 我是Juayn 陈嘉燕 不是Gini 不是Juayn 是Juayn 这段期间呢 就有很多人会萌生了做生意的念头 就可能费一些小糕点啊 或者是卖产品 这个就是我们很常说的 网卖啦 那其实做网卖有一个环节 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要邮寄你的包裹 诶 那如果你只是以为 马来西亚的邮寄公司 就只有Post Laju DHL SkyNet 弟弟 你就错了 今天就想和你介绍 商家很少人知道 但却很好用的 邮寄公司 第一呢 为我们介绍 Easy Passer Easy Passer呢 页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主要颜色是粉红色 然后呢 我会选择Easy Passer的原因呢 第一 它就免费收取包裹 所以呢 你只需要在家里面呢 包好你包裹过后 就有物流公司人员 上门呢 帮你拿你的包裹 再送到你的买家手里面 而且哦 是没有限制任何的数量和重量的 所以你只需要在家里面 配好你的包裹 然后呢 摇摇脚 另外呢 Easy Passer 也是送你50令吉的免费保险 哎 不要以为只有人才需要保险啦 包裹也需要的 那如果呢 包裹发生了什么 冬挂斗鼠的事情啦 可是我GoProx可以不要发生 但如果那么不幸运发生的话 哎 不要担心 Easy Passer会赔给你哦 真的各位 不用担心 耶 还有个点哦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时常看到很多卖家 会那边手抄一张又一张 那个consignment Note 亲爱的各位 不是麻烦了 你只需要呢 用Easy Passer 在ACCEL里面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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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of 需要的资料 然后都写出来 就可以解决了咯 笔钱都可以把你省下来啊 很方便咧 OK 第二个呢就是 咳咳咳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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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ove 这个东西呢 就当你需要寄送很紧急的文件的时候 它就可以拍上用场 拍上用场 哈哈哈哈 现在送过去给陈老板 呃 现在啊 要不然 老板真的很麻烦了咯 诶 这个时候 LalaMove就可以拍上用场了 LalaMove呢就主打24个小时 成7天的on call服务啊 就比如说 如果我凌晨3点肚子饿 怎么办咧 嘟嘟嘟 快咯 鼻啊 我这肚子很饿啊 可以delivery食物给我吗 诶 凌晨3点咧 你要吃什么 那你找delivery给你咯 鼻 我偷偷跟你讲啊 有LalaMove 多谢 不要给我借口了好不好 我等你咯 我等你咯 诶 这时候LalaMove就可以帮你解决 凌晨3点 可是没有人送服务给你的困扰了 我这样子会不会害了很多人的男朋友啊 嘿嘿 嘿 哈哈哈哈哈 另外你可以根据你货品的大小 选择的运送交通 从最小的Motor到车到Van到Lorry都有 诶 有Lorry啊 是代表可以帮你搬家叻 Boom 单身不用担心 有Juicy 所以呢我们从一个小小件的文件 到一个搬家 都帮你一次过Set的 是不是很赞叻 接下来呢为我们介绍顺丰树地 SF Express 这个名字是很熟悉叻 对了 它是中国我们很时常听到 就是中国淘宝都会有的 You know 损送 可是现在不只是中国有 在马来西亚也是有邮寄服务的 除了本地运送之外 它还有 中国、日本、澳门、韩国、蒙古、澳洲 还有这些国家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在WeChat下order 还有check你的包裹 所以for所有在那种WeChat上面 卖东西的卖家们 就很方便咯 你的邮寄 你的销售 所谓说 一次过在WeChat Déo 是不是很赞叻 现在和你分享我关于邮寄的小tips на 第一个 Expedition 只要看看是否是紧急 如果是紧急文件的话 Sheriff 可以选择上门帮你拿了过后马上派送的公司 第二 客服会怠慢吗 各位相信我 如果发生问题 客服没有听电话 你会很平静的 第三,选择一些口碑比较好的邮寄公司 就真的是不要从WeChat 还是Facebook Messenger 找一些比较不懂是谁的邮寄公司 相信我发生问题过后 你真的会找不到负责人的 第四点,就要多看公司的review 真的各位,这点不要偷懒 通过看review 你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公司 才真正适合你 最后,希望这一集可以帮助到 有兴趣做网卖的你们 那如果你也有很好的邮寄公司 也可以comment让我知道哦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最后,希望这一集可以帮助到 有兴趣做外卖的你 外卖 网卖